再不走 谁也走不了 看着涌进半堂的怪物越来越多 神秘人念出咒语 同样召唤出了大量黑影怪物 有了新的怪物加入 战场变得更加混乱起来 机会来了 看着神秘人指挥黑影怪物作战的时候 我立马对几人使了个眼神 摄友们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 纷纷点头回应 我当机立断的大喊一声 好 随后与小毛一起搀扶着小李 向着食堂外狂奔 可是事情还远没有 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们刚跑几步 就被许多口罩男冲上来拦住了去路 不用猜一定是神秘人所为 果然当我望向神秘人的时候 他同样也在盯着我们 神秘人虽然在指挥着黑影 但他的心思一直都放在我们身上 当他察觉到我们想要逃跑时 急忙控制着口罩男来挡住 大门神秘人看着我们冷哼一声 想好你们还是老实的待在这里吧 老实待着怎么可能 现在不走 等到神秘人腾出空来 我们都得交代在这 大头开路 大头听到了我的呼唤 拳头瞬间紧握 双手的青筋直接爆开 开始与那些口罩男纠缠了起来 小猪你们先走 不行 要走一起走 快走啊 大头似乎想要一个人拖住对方 见我始终待在原地 不禁超出 伸推了我一把 再不走 谁也走不了 是啊 目前我们还有个伤员 如果现在不走 随着口罩男越来越多 恐怕谁也走不了 那你自己保重 记得一定要跟上来 我有些不舍得看着大头 随后和小毛扶着小李 继续向外面跑去 大头看着我们离去的背影 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再见了 兄弟们 认识你们真的很开心 我们来时再做摄影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大头知道单凭自己 肯定顶不了多久 我们被抓住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就是关上食堂的大门 与这些怪物们同归于尽 听着身后重重的关门 我知道大头回不来了 小毛同样也明白了大头的用意 不禁哽咽着说了一句 小猪大头大 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 我强忍泪水对小毛说道 别回头 快点跑 我们不能辜负大头的一番心意 虽然大头壮烈牺牲 但我的计划还算顺利 一路上怪物们缠斗在一起 根本顾不上我们 很快我们便来到了校门口 可眼前的一幕 令我们再次陷入绝望 只见原本宽敞的校门口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堵高墙 这怎么可能 看着根本忘不到头的高墙 我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绝望的泪水 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难道我们逃不出学校了吗 不说了 明镜与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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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dij 곡